情侶党郭姓男子跟王姓女子去年过耶诞 还开心吃和牛自拍po网 相隔11天却被发现 城市在乌龙洞古道吊挂身亡 这个地点两人10年前也曾经迷路获救 当时救出他们的消防队员 这一次又上山搜寻 王姓女子的妈妈跟弟弟也前往搜寻 消防队员认出了家属 想起的10年前 情侶两人也曾经带着弟弟和堂弟探险 就在乌龙洞山上迷路求救 搜寻过程当中 队员也替妈妈加油打气 但是这一次没能把人安全带下山 情侶党已经双双丧命 两人手机都不在身边断了定位追踪的线索 男生的手机为什么在机车 跟他的皮夹都在机车上 就是在案发现场的机车上 而我女儿的手机变成在那个中寮住处 就觉得这不可惜 他们两个本来一同出门的话 就是会带一个蓝色小包包 死者三人是32岁的范姓男子 还有情侶党友人 郭姓男子和王姓女子 他们三个人曾经共同租屋 三个人都有诈欺前科 也都被范姜的女友控告 恐吓取材跟伤害 妈妈说女儿去年8月 因为被控告伤害跟恐吓取材 曾经哭诉委屈冤枉 案件寒送侦办当中 还说女儿大约一年多前 开始看身心科 到底什么问题 精神压力太大 又为何重返10年前 曾经探险迷路的地方 案情从一死两失踪 变成了三死 更加朴朔迷离 TVS新闻 陈家贵无数评 南投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从这一天给您最后开启通知小铃铛 摇取있는小铛 输照 并且 并且